入宫前 我嫁过人 我嫁的人是一个匪 他叫陆岩 湛山为王 雁南人都叫他陆岩王 我本与他无瓜葛 只是运气不好 有一天去南普寺上乡 避与遇见他 不久 他叫媒婆去我家中提亲 又送来流水一般的聘礼 我的父母很惶恐 觉得惹不起他 只得将我嫁给他 其实我有心上人 我喜欢的是沈亿 他赴京赶考 谁知这陆岩杰族先登 对于陆岩 我自然是恨得牙痒痒 洞房时 他掀了盖头 想要亲我 被我甩了一巴掌 他有些诧异 但并未动怒 他问我 娘子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我怒斥他 你罪大恶极 人间阎王 他自己坐到一边倒酒喝 又问我 我有何罪 我一一列举 他竟一一反驳 比如我说他抢抢民女 他说那些都是被拿去抵债送给遭老头的女子 他抢了之后就叫她们回家了 比如我说他杀人不眨眼 他就说杀的都是有罪之人 比如我说他抢人珠宝 他就说那是不义之财 抢了之后他都送给贫苦百姓了 我气得咬牙 好 即使前面的都不算 那你逼我嫁给你 就是恶人 他继续厚脸皮 其实我长得好又有钱 除了职业危险点 也没什么不好的 娘子 照他这么说 我们还是天赐良缘 天生一对呢 我气得抓起一把被褥上的花生 扔他身上 又赶他出门 他想求情 我视而不见 把门一关被子一蒙 一觉睡到天亮 那时候是大雪天 积雪很厚 第二天 我一推开门 他以着门差点摔倒 我张口想骂他 可是他面色惨白 嘴唇发青 睫毛上还结了冰 我嘴上骂骂咧咧 不要以为你耍点苦肉计 我就会放过你 可是却心有不忍 赶紧把他拉进屋 给他倒了热茶 又让他抱着暖炉 还叫人准备了热水 让他唤喜 他得寸进尺 拉住我的手 可可 娘子 跟你商量个事 就是在弟兄面前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我冷言冷语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何必骗人骗己 他假装没听见 在那吃着糕点 三招回门 我不想他跟着我回家 可他说要依族规矩 非得跟着我回去 刚到家 我的家里人都惧怕他 摒弃宁神 可是他是自来熟 完全不像个山霸王 只过了一天 我的父亲就叫他贤婿 我的母亲细心询问他喜欢吃什么 给他做了满满当当一桌子菜 到了夜里 他捅我一屋 我睡床上 他睡地上 月色如水 他问我 琪琪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我的脑海里就是沈亿的模样 于是脱口而出 才高八斗学富五居 他若有所思 忽然说 回去我请个老师来教教我好了 我张了张口想反驳他 可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月光落在他的脸上 他的轮廓很好看 鼻梁挺直 浓眉入病 明明他是个匪 可是说话却从来不叫人难堪 他忽然侧身看向我这边 我连忙翻过身 背对着他 只听着他说 你怎么不问我喜欢什么样的 看我没反应 他便自言自语 就像你这样的好看的 我轻吃 你就是肤浅 他也笑 我莫名觉得心情愉悦 如果不是有时候 他带着血回家 我都要忘记 他是一个匪了 有一次 箭头再偏一点 就要射中他的心口了 我守了他两天两夜 他的那群兄弟叫我歇息一下 我冲他们发脾气 你们为什么不护着他点 他们目瞪口呆 我给他上药 熬粥 喂水 怕别人照顾不好 我都不敢走开 我好像也会害怕了 害怕他死掉 露言醒来的时候 还是那副魂不吝的模样 他笑得很开心 说 娘子 你的心不是石头做的 我眼眶红了红 很想跟他顶嘴 可是看到他面无血色 糟糕透顶的模样 我把话咽了回来 为他喝水 他喝完水 又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我问他 你想要什么 他支吾着说 娘子 以后能不能让我跟你一起睡 他竟然还会脸红 我心软了 我慢慢习惯成为他的妻子 我会给他做饭 给他做鞋子 给他求平安福 怕他再重见 每次他出门 都要让他戴上护心境 我还跟山中的医师学习医术 他的很多伤 我都能独自处理了 可是 这样平淡的日子 被一封来信打破了 沈亿又给我写信了 他说 他们已经在部署 要攻杀 叫我配合他们 把陆延这一伙人一锅端了 我有些恍惚 是 刚开始嫁给陆延 我很讨厌他 沈亿那时候给我写信 叫我配合他 于是我把这骑连山上的所有路线部署 全都画成图寄给他了 可是现在 我后悔了 陆延并不是什么坏人 就如他在新婚那天对我所说的 我把信烧了 陆延进屋的时候 皱了皱眉 去把窗户打开了 我说 我们离开这里吧 不要再作匪了 陆延笑道 行啊 反正我也不耐烦作匪头了 可是事事不如人意 沈亿很快带着兵来了 他把我和陆延逼上悬崖边 沈亿还是一如既往的一袭白衣 折现一般 而陆延 一袭黑衣叫悬崖的风吹得烈烈作响 他低头跟我说 七七 不要怕 沈亿胜券在握 他对着陆延说 横王殿下 别来无恙 陆延笑道 沈老四 你怎么也做了太子的走狗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沈亿忽然冲我招手 七七 过来 他又跟陆延说 多亏七七 把山里的路线人力不属 画成图送给我 横王殿下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陆延脸上的笑容凝固 他的下颜碱红了 声音阴雅 他说的是真的 我垂下脸 不敢与他对视 他怒急返笑 松开握着我的手 又摇摇头 七七 你的心 原来是五不热的 你我二人夫妻情分 到此为止吧 风雪呼啸 他忽然往深渊飞身一跃 我想拉住他 可反应过来 手中却止于残袖 我以为陆延死了 生了一场大病 差点没挺过去 沈亿来看我 他向我道歉 他隐瞒了陆延的真实身份 我看着沈亿 知人知面不知心 有些人看着光风济月 可背地里又是做着什么样的勾当 可是我没有资格怪任何人 是我害了陆延 我叫沈亿往后不必来了 他自有他的青云直上 与我无关 我回到家中 万念俱灰 将陆延的牌位供奉起来 过上了吃斋念佛的日子 我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 有一天 我爹从外边回来 激动地说 横王登基了 我的心跳的飞快 陆延没有死吗 他们说的横王是陆延吗 就像是溺水的人抓到斧板 我当即收拾行装 出发去京都 陆延当初的聘礼丰后 我花了很多钱 进了宫里的太医院 终于确认 陆延没有死 现在的皇帝就是我的丈夫 当初他跳崖 大难不死 被人救了 后来各种斗争 他赢了 我想 他还活着 我一定要好好弥补我的过错 我想挽回他 可是 陆延没有给我机会 在第一次我给他端药的时候 他就认出我来 他的态度很冷淡 我同他道歉 请他原谅我 他却说 都过去了 没必要再提 我想 细水长流 就叫他慢慢原谅我吧 于是 我就在太医院待下了 平时就是负责 给他送送药膳 继续学学医术 他一般都不怎么理我 我尝试给他做菜 他最开始还忍耐 到后面就直接跟我说不要煞费苦心了 我给他做衣服 他转手就扔了 我好像做多错多 年关将至 太医院其他人陆续告假 我拨弄着火炉 倚着门框 看着外面下大雪 贺兰纯带了最先驱的烧味和他珍藏的新风酒给我 叫我尽快确定要不要告假 他好安排值班 我说第二天再答复他 给陆颜送药膳的时候 他像往常一样对我不理不睬 我鼓足勇气 站在他旁边 问 你除夕在哪首碎 他很诧异 大约没想到我可以这样厚脸皮 他心情似乎不错 随手翻着奏折 漫不经心地说 去太后那 我一鼓作气 你还吃红豆馅的汤圆吗 我要给太医院的人做 到时候给你也送一份 陆颜挣了片刻 我在他眼里看到久违的温柔的光芒 可是稍纵即逝 他摇头 不必 有人会做 一直被拒绝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我点点头 趁着眼眶红之前赶紧走掉 我给爹娘写信 说今年不回去过年了 我和陆颜再慢慢消除误会 今年我得陪她过年 写完送到驿站 顿绝自欺欺人 一个人手碎很无聊 于是我们太医院几个留守的人聚在一起 苏提谢是个酒吃 贡献了他珍藏的家娘 贺兰纯则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新年礼物 她给我送了一个玉镯子 白玉宁和我就准备了一桌子菜肴 一顿好吃好喝后 我们又去护城河边看烟火 白玉宁说 对着烟火许愿 就能心想事成 真是老土 可是我还是很虔诚地 对着稍纵即逝的烟火许了个愿 我希望 陆颜能原谅我 可是许完愿 我们就在河边撞到了陆颜 她和苏黎厅也在这儿看烟火 听说当时路言伤重 一个神医救了她之后 是太医院负责后续的康复工作 苏黎厅就是当时负责照顾她的医师 所以 他们关系也很不错 宫里有人说 他们日久生情 新的一年开头 就这么不顺利 我心里难受 想要先回去了 他们仨大概也累了 便陪我一起往回走 经过一家名为解千愁的酒寺 我积极配合苏提蟹 四人又去喝了一通 醉酒的第二日 我头痛欲裂 可是该干活还得干活 今天本来是白玉宁去给陆颜送药膳 可是她醉得离谱 只能我去了 我拎着河走到门前 看见齐公公 向她拜了年 请她帮我把药膳拿进去 齐公公却太好心 说你进去给皇帝拜个年 有红包拿的 我只得硬着头皮进去 例行公事 把药端到她旁边 陆颜忽然问我 你手上戴的什么玩意 我低头看 是贺兰纯送的新年礼物 讨个好彩头 我就带着了 我答她 新年就涂个好一头 随便带着完 她皱了皱眉 语气不善 宫里的人 衣着打扮都有规定的 你来了一年了 还不知道吗 我一时语色 我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临时来顶替白玉宁 没想到还会触眉头 我只好闷声道 我知道了 不会再犯了 她仍然一脸不高兴 我把镯子摘下来 向她扶了扶身就要走 她又叫住我 你不懂得怎么拜年吗 我这才想起来 恭敬地说道 祝皇帝新的一年万事顺遂 龙马精神 她面色和缓了 点点头 叫我上前领赏 是个绣着福字的锦囊 我有些哽咽 同她道谢 她说 你打开看看 我手有点不争气 颤抖着打开一看 是一只精致的簪子 就好像在黑暗中 举举独行了许久的人 终于看见了光芒 路言轻咳了一声 又把药喝了 我很想确认 是不是上天听到我的祈祷了 一觉醒来 路言原谅我了 就像扔进湖里的一颗石头 荡起了连衣 可是过不了一会儿 湖面重归平静 新年第一天 我以为事情有了转机 可是没有 从前的路言并没有回来 那日过后 她还是对我不理不睬 我心灰意冷 我跟白玉宁去求姻缘签 借签人看着我们两人的签文 摇头叹气 你们这二位情路坎坷 白玉宁喜欢的人是苏提谢 她从小跟在苏提谢身后 两人青梅竹马 虽然苏提谢游戏人生 浪子一眉 可白玉宁就是痴迷于她 她学医进太医院 也都是因为苏提谢 我们都很迷惘 怎么让我们爱的人也能爱上我们 白玉宁认为可能我们得去找一些有经验的人现身说法 于是我们两人去青银阁取经 青银阁的姑娘告诉我们 要若急若离 欲擒故纵 白玉宁说她先操作一番 到了太医院 苏提谢找她 叫她帮忙跑腿 白玉宁给她甩了个脸色就走了 苏提谢没有反应 只是感叹 女大不中留 末了 苏提谢请我们去吃烧鸡 白玉宁说她身体抱养 不去 苏提谢狐疑 问她是不是来月室了 又说不能够啊 她又不是这会儿来 白玉宁仗红了脸 掐了她一把走了 可是苏提谢还是没有反应 她叫了另一个女官 跟我们一起去吃烧鸡 丝毫没有被白玉宁影响心情 到了夜里我正要铺床睡觉 白玉宁怒气冲冲又委屈巴巴 跑来跟我诉苦 她扬着拳头 说要把青银阁拆了 什么烂招数 不仅没有促进她和苏提谢的感情 反倒是推动了苏提谢跟某某女官的发展 其实我也很想试一下这个招数 可是露言一点机会也没有给我 只有偶尔给她送药膳 我才能看见她几眼 她也很少主动跟我说话 可以说是零互动了 白玉宁说 不行 我们不能轻易妥协 还是要勇敢争取自己的爱 于是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画本上 我们买了很多画本 研究其中奥妙 还没研究出来 我因为看画本看得太入迷 忘了关窗户 又通宵达旦 挑灯夜读 第二天就发烧了 我们的追爱策略到此告一段落 贺兰纯给我看病主要 她平时就寡言少语的 但是这会嘱咐注意事项时 却说了许多 又叫我放心歇息 这几日不需要我当职 白玉宁一下职就给我煮白粥喝 苏提谢虽然贪玩 但还是个不错的朋友 白玉宁煮粥 她就帮忙炒青菜 他们三人陪我一起吃饭 多亏他们 我还不至于抑郁 吃完饭 他们都走了 我因为白天睡得太多了 就披上外衣 到外面走走 夜里很静 月色朦胧 积雪未消融 我蹲在院子里 用树叉子 在雪地上写写画画 然后一抬头 就见路颜皱着眉头 站在不远处的海棠树下 我柔柔眼 在看 还是她 现在的路颜 真的很爱皱眉头啊 我站起来 冲她扯了个笑容 她向我走来 靴子踩在雪地上 铿锵有力 她近在咫尺 我脸上烫得厉害 她抬起手 探了探我的额头 下定论 还烧着呢 回屋里去吧 这是一场雪地的梦 站在面前的是以前的路颜 我拉住她的手耍赖 我没力气 你抱抱我吧 路颜的眼里 又浮现了那星光一样的 明亮的 温柔的光芒 她拦腰把我抱起来 我埋头在她温暖的怀抱里 听见她有力的心跳声 只要她一个眼神 一个怀抱 天大的委屈 都可以烟消云散 原来生病有这么大的功效 能叫人失而复得 我蒙着被子笑出声来 白玉宁来看我 以为我怎么了 着急地问我 烧糊涂了吗 我露出脑袋 冲她眨眼 路颜来看我了 太医院只有白玉宁知道我的秘密 她摸了摸我脑袋 烧都退了 于是叫我趁热打铁 往后几天药膳都交给我去送了 她要跟苏提蟹去研究药理 我自然很乐意 我细细地描摸了下眉毛 上了点口汁 有些激动 有些敬香情窃 去找路颜 可是路颜不在 齐公公说她接出宫了 陪苏家小姐去礼佛了 我一脸疑惑 齐公公看看四周 这才小声说皇上同苏离厅 时有八九要成 我心里一咯噔 声音确实很平静 从何说起 齐公公说 皇上对谁都不上心 太后着急 索性直接拿了苏家小姐的庚帖给太司算八字 又安排皇上同苏家小姐今日一起去礼佛 要是八字和好了 估计就成了 原来不是所有事情努力就可以的 我回到太医院 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贺兰纯问我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又替我耗了下脉 看了看我的脸色 没什么问题了 只是脸色怎么那么差呢 她叫白玉宁给我包个鸡汤补补 我摇摇头 回了自己的屋 直到今天 我才愿意承认 过去的总是过去了 陆延有她自己的新生活 过去我辜负了她 现在我又冒昧打扰她 我总是做不合时宜的事情 我回屋写好辞呈 又私下找贺兰纯 同她说 我想要辞了这份工了 我想家了 她很错愕 搁下手上的药理书 说我可以请假回家探亲 去年我没有怎么休假 今年可以多休一段时间 我说我已经决定好了 谢谢她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 我把辞呈递给她 她不接 她说过了元宵再说吧 又问我元宵想要怎么过 她去安排 我想了想 答应她过了元宵再走 元宵前夕 雪下得很急 路延隔着暗机看我 她的呼吸很重 额头冒汗 眼睛发红 手握成拳抵在暗机上 她在忍耐 我想上前去 又后退一步 我去叫人路延的声音阴雅 门都被锁上了 人都被遣走了 她看着我 七七 我很难受 我走到她面前 给她耗脉 太后给她下的是烈性药 她的体温很高 肌肤很烫 我抬头看她 她的眼神炙热 面上潮红 我没见过她这样 假装镇定地给她倒茶喝 药效大约持续两个时辰 这种药虽然话音未落 她把我沽进怀里 唇上落下滚烫的柔软 她的睫毛扫在我的脸上 鼻梁碰着我的鼻子 她说 七七 帮帮我 我有一秒想落泪 她牵引着我 去解她的腰带 李智被情感彻底击败 外面的雪似乎停了 我听见雪落在树上的声音 轻轻的 很温柔 露颜埋在我的颈尖处 呼吸渐渐平缓 欲望如潮退去 原不该是这样的 太后召集子嗣 安排了这一出 本该来的人是苏黎厅 白玉宁偷偷调换 所以才会这样 只是一场闹剧 书房很安静 我很快整理好 先开口打破僵局 露颜 就当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她看了我一眼 眼神落在我的颈上 她说 别走了 你不是一直想弥补我吗 留下来 白玉宁刻着瓜子在等我 我一进屋 她就冲我几眉弄眼 我倒了杯茶润了润喉 白玉宁 你可真能 这太后要找你算账怎么办 白玉宁十分淡定 拍拍胸脯 琪琪 我为了你 可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苏黎厅也找上门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 长得很清秀 白白净净 就是那种我见油帘的小白花类型 她指着白玉宁 你 你骗我 太后说 她是叫我去皇上呢 不是去太后呢 她顿了顿 又指向我 还有你 你无耻 趁人之威 白玉宁站起来 擦擦手 说 苏黎厅 谁无耻了 要不是你跟太后勾结给皇上下药 还能整这么一出 你还贼喊捉贼 要不是 看在你跟苏提谢是堂兄妹的份上 我不忍你了我 苏黎厅吵架吵不过 哭哭啼啼走了 我有些负罪感 我跟陆颜 现在算什么情况 我很怅然 我问白玉宁 我该不该留下来 白玉宁拍着我的肩膀 你怎么这么婆妈 我要是陆颜 肯定不会跟苏黎厅好的 救命是救命 跟感情怎么能混为一谈 我问她 那你怎么知道陆颜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她呢 白玉拧拧着眉头 思考了一下 说 苏提谢跟我说的呀 他说 男人都喜欢肤白貌美 大胸大长腿的女人 你不都刚好符合吗 不然皇上当初也不会强强你当媳妇 对不对 这苏黎厅好看是好看 差了点味道 那胸平的 她说完 我忽然想起 三招回门时 陆颜说就是喜欢我的外貌 那所以 靠颜值取胜 我勉强找回一点信心 元宵节前夕 太后宣我跟白玉宁过去 我很忐忑 我以为太后是个高冷的老太太 结果 挺出乎意料的 一见面 太后一把拉住我的手 上下端向 摸了摸我下巴 又拍拍我的屁股 说 不错 不错 七七你这屁股 好生养 长得也好看 以后孩子也好看 白玉宁连忙附和 是啊 我也觉得 胸还大 以后孩子也有奶吃 我只能笑得尴尬而不识礼貌 太后这才想起来 要找白玉宁算账了 想起来自己是太后了 很快清了清嗓子 正色道 白玉宁 这怎么回事 七七是很不错 但是这也有先来后道呀 这小妍妍都跟苏黎厅换耕了呀 虽然说这皇帝可以三宫六院 可是我教的孩子 不能这么三心二意 要随她爹呀 白玉宁笑得谄媚 她给太后垂肩柔背 这都是误会一场吗 那天我给苏黎听说的时候嘴瞟了 我也不知道是这某个事吗 不过小姨呀 这就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 天赐良缘 百年修得同床枕 这睡都睡了 要不就将错就错 我这才恍然大悟 太后叫白翠薇 跟白玉宁同个姓氏 难怪难怪 白玉宁一向胆子推肥 跟太后的讲话模式也那么像 果然是师出同门 太后想了想 又拍拍我的手 很真挚地问我 七七 你喜欢小妍妍吗 急不可失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重重点头 喜欢 很喜欢 太后有点臭美 是吧 小妍妍随我 桃花运很好 我是个很开明的娘亲 不搞强买强卖那一套老封建 我支持你们年轻人自由恋爱的 如果你跟小妍妍情投意合 其他问题我来解决 但是如果 太后揉了揉太阳穴 皱着眉头 我终于知道 鹿妍皱眉头是跟谁学的了 如果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那就只能随缘了一出太后的寝宫 白玉宁就点评道 要不是我小妍强买强卖 就不会有这么一出 我也点评 早知道你是关系户 我就早让你给我安排这一出 到了太医院 贺兰纯十分沮丧 她说皇帝叫她值班 她今晚没法开溜 苏提谢呢 听说跟人相约 月上柳梢头去了 白玉宁急了 风风活活找人去了 我落了单 不过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我梳了个妆 准备出宫去凑个热闹 刚出门就撞见微服出访的鹿妍 她一袭紫袍 眉眼疏朗 端地翩翩君子范 她朝我迈进一步 你来了这么久 我该尽尽地主之意 带你逛一下 我突然想起来 早上出门翻黄历 说今日一切顺遂 真是灵验 京都元宵 火树银花 凤霄生动 今夜无宵尽 闹是摆满各种摊子 东边玩乐区 才登迷的 投壶的 射箭的 卖饰品的 西边十四区 稍微卤味清蒸闸串 应有尽有 南边有胡鸡跳舞 马戏团六喉喷火 北边是护城河 许多人去河边放花灯 祈福祝愿 人潮涌动 路沿走在我的左前方 我跟在她后面 她的步伐大 没走一会儿 她就会停下来 漫不经心地等我赶上来 男男女女挑灯相约凤凰树下 白陵桥边 护城河旁 我们显得有些怪异 两手空空 一前一后就那么走着 看着像是情人 又像是陌生人 大概是我看着别人花灯艳羡的目光 引起了路沿的注意 她忽然说 等一下 转身就去买了两个花灯 递给我一个 应个景吧 我很高兴 提着灯 隔着距离偷偷看她 在明明暗暗的灯火里 看见她樱挺地轮廓 长长的睫毛落在脸上 留下团扇式的阴影 很想摸一摸她黑色的眉 黑色的眼睫啊 我还在走神 忽然有一姑娘提着灯走到我们跟前 主要是路沿跟前 笑语盈盈 公子 我同朋友打赌输了 他们叫我上前来给你送个灯 我叫兰迪尔 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兰迪尔指了指远处一群正在无嘴笑的姑娘 表情很是诚恳 路沿听了 先是一笑 又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五味杂陈 路沿忽然指了指我 说 我已经接了她的花灯了 如果你还想送就送给她吧 我提着灯 有点错愕 兰迪尔这时才看到跟在后面的我 她鼓着腮帮子把灯塞到我手上 恋恋不舍地看着路沿 再恋恋不舍地离开 好吧 我承认我有些幸灾乐祸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 谁知道继续走 又有姑娘来送灯送香囊 路沿继续给我拉仇恨 没几步路 我的手提了四五个灯 接了五六个香囊 走得很费劲 她倒好 一身轻松 路沿 我走不动了 路沿靠近我 垂眸 她眼里映着灯火的光 谁叫你离我太远 把别人的东西扔了 我连忙送给来往的小朋友 松了一口气 路沿忽然向我伸出手 她的神情温柔 把手放上来 这样 人家就不会以为我一个人了 我有些羞涩 但是怕她反悔 立马把手放上去 她的掌心粗力温暖 天上星散落 地下万家灯火 路沿带我到一个馄饨小摊歇息 这家店限量 一人只能点一碗 馄饨刚一端上来 香气肆意 我太饿了 都来不及细细品尝 胡伦几口就吃完了 吃完只觉得口齿留香 意犹未尽 路沿还在漫条丝里地吃 我看着她 心想 以前我怎么这么瞎 她除了打打杀杀 哪一点像匪 路沿看我盯着她 默默从自己碗里剥了几个给我 我甘之如頤 连碗里的最后一滴汤也喝得干干净净 路沿递给我手帕 她稀松平常的轻叹 一点也没变 是啊 在燕南 她也总是带我去寻觅地道美食 大多也是在路边的小摊 隐蔽的街下 在清早的晨光中 在傍晚的暮色里 在深夜的星空下 她总是吃得比我慢 总是要多给我加几个 总是会准备手帕 替我擦嘴角 当时只倒是寻常 想到就有点心酸了 我怕自己矫情 连忙低下头 冰着脚尖 转移话题 我们去那边射箭头壶吧 头壶射箭 路沿发挥很稳定 只是很奇怪 她一直用左手射箭头壶 额头上还冒了汗 贪主把我们拉到一边 哭丧着脸告饶 大爷夫人 我尚有老下有小 就指望着这个节来挣点银子的 求求二位手下留情 别砸我场子了 路言问我 还完步 贪主连忙奉承我 这位夫人 您行行好 快跟你家官人说说 你看这些奖品 金钗欲拙耳坠欲配 您紧着贵重地挑 挑完带着你家官人去护城河猜猜谜 放放花灯祈福 好人有好报啊 我忍俊不禁 挑了一对陶瓷娃娃 这对娃娃很有趣 一男一女 女娃娃笑得咧开嘴 男娃娃含蓄微笑 贪主很高兴 拍拍手 说这对娃娃跟我们长得很像 然后连忙送我们离开 我要把男娃娃给露言 她却说 女娃娃做工更好些 奖品是她赢的 应该她先挑 于是 她把女娃娃抢了过去 把男娃娃塞给我 还警告说 这是她辛苦迎来的 叫我要保管好 要是弄丢了 就要给我治罪 我努努嘴 射箭对她来说本就是小儿科 不过心里面像灌了蜜 这有点像定情信物啊 河边人潮涌动 我也买了一个花灯 本来想叫她跟我一起对着花灯祈愿 她很嫌弃 皱着眉头说 这是你们女人才做的事情 我只好让她帮忙提字 她说 写什么 我看着她的眼睛 说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她顿了顿 脸没写上去 鹿岩站在我身侧 我蹲在河边 将花灯轻轻一拨 水面荡漾开涟漪 花灯缓缓朝着水中央飘去 我闭目祈祷 可是苏黎听来了 她自然地挽着鹿岩的胳膊 很亲密地叫鹿岩岩哥哥 说虽然她这几天生病 但是今天是元宵 她一定要来陪着她 她看着心情很好的样子 跟鹿岩说着前些年逛元宵的去世 我默默跟在他们后面 她忽然转过身 跟我说话 你陪我去放灯吧 颜哥哥不喜欢放灯 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吧 鹿岩欲言又止 在河边 苏黎听挑了挑灯心 她笑语盈盈 我知道你跟颜哥哥过去有一段故事 可是 你知道吗 那对颜哥哥来说是一场劫难 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武功尽失 右臂都折断了 你不知道吧 颜哥哥现在的右手再也不能射箭了 她的武功也没了七八成 她握住我的手腕 你以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吗 你错了就是错了 没办法弥补的 颜哥哥是个恋旧的人 他可能会因为从前的旧情对你存有温柔 可是七七 破镜即使重圆也有裂痕 他的右手不会好了 他也不会再是从前的鹿岩 我请求你 回到燕南去吧 就当作鹿岩 已经死掉了 这样 至少还能给彼此一个好的回忆 是不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我觉得力气尽失 苏黎厅扶着我起来 我们走到鹿岩面前 我不敢再看她 只是垂头看着她的右手 苏黎厅说 七七姐说她累了 要先回去 我麻木地点点头 落荒而逃 人来人往 我走在繁华的京都街头 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想起来 以前我嘲笑她文不行的时候 她一点都不生气 她最引以为傲的是她的武力值 在想到今晚 她说她很辛苦才赢得奖品的时候 曾经对于她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却要费很大的力气 我真的好难过呀 我去解千愁喝闷酒 喝得昏昏沉沉 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七七 跟我走吧 眼前一袭白衣 我陷入昏暗之中 我醒过来 发现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头疼欲裂 七七 好久不见 闻生看去 竟然是沈亿 她不是跟太子一挡逃到大梁去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京都 我狐疑地打量她 沈亿 你把我弄到这儿做什么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颈绳 一看到她 我心里面就打鼓 即使她笑得春风和煦 沈亿坐在一边的桌旁 端着汤 用勺子一下一下地放凉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却另提一茶 我早上给你煮的醒酒汤 放凉了 你就可以喝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贪杯了 女孩子家家这样可不行 我没有心情与她寒暄 想要下床走人 却发现四肢软绵无力 根本做不起来 我怒斥她无耻 竟然给我下软骨伞 沈亿笑了笑 白玉般的面容却叫人觉得阴瑟瑟的 她端汤到床前 风轻云淡 我知道你有许多问题 你乖乖地把汤喝了 我慢慢跟你讲 琪琪 我不想伤害你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只得让沈亿为着我把汤喝完 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瞥了她一眼 你可以说了 她不紧不慢 用指腹擦去我嘴角的汤字 沈亿真是个天生的戏子 如果不是知道她真实地为人 旁人看来大约以为她是个多温柔的人吧 沈亿大约称心如意了 这才慢慢同我说 琪琪 本来不想将你牵扯进来的 可是你却来了京都 又在鹿檐身边 只得把你请来 陪我演艺出戏 我冷笑 你太高估我了吧 沈亿摇摇头 琪琪 你已经在戏中了 你一定很疑惑 为什么我一个文弱书生 非要争名夺利 我也不想啊 可是身在其位 必得谋其事 我真实的身份是大梁的皇子 本就是潜伏在这 照时机挑拨大进内政 四年前本想把鹿檐杀了 扶傀儡太子上位 谁知鹿檐命打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来一遍 原来如此 我冷眼看她 沈亿 你以为抓了我就能做些什么 呵呵 鹿檐已经不是以前的鹿檐了 以前她喜欢我才 现在 我对她就是可有可无的 你真是天真 沈亿唇角一勾 茶色的眼眸透着琉璃般的光芒 那就赌一把 明天就要启程去大梁了 今天你好好休息吧 沈亿把我的脸一容了 还给我吃了药 我一时间开不了口 她自己也一了容 我们坐在马车上 看起来就像是四处经商的普通商骨夫妻 车队走在街上 我听见外面喧哗的声音 一阵马蹄声过 应该是有军队路过 马车缓缓前行 沈亿挑开一边的围长 观察了片刻 似乎很满意 她说 七七 全程戒备 锦衣卫都出动了 你说我们能不能出得去 我无力地握了握拳头 抱歉 忘记你现在开不了口 她放下围长 将我抱到怀里 抚着我的发丝 贴着我的耳边说话 我们这样 还真像一对夫妻 即使路言见到 也认不出来 我浑身发冷 到了城门处 守城的士族把车叫停 里面的人都出来 却听那车夫说 我家主资是大周来的皇家采购商 有自由出入通行证 守城士族说 今日出城一概要查 我心中有了一丝希望 挣扎者想抓住这一点机会求救 沈毅面上沉静如水 拍了拍我的手臂 轻声说 听说伯父伯母近来身体还不错 七七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我咬唇隐忍 沈毅自己撩开帘子 对那士族说道 几位官爷 内子身体不适 不可吹风 我拨开帘子 几位大爷就这样核对一下吧 那士族还想说什么 审议施压 我们大周和你们大进建交不久 这个特许通行证本就不必核查 如果官爷还不行方便 我回去必当禀报君上 那士族旁边一个更高级别的将士 拍了拍那士族的肩膀 拿着画像对着我看了一下 摆摆手 示意我们可以出城 帘幕落下 我正觉得绝望 突然听见外边一阵铁骑声 然后是齐刷刷的下跪声 历刃与铁甲碰撞的声音 我听见露言冷立的声音 霍说 今日无论是谁 都给我挨个茶 一个都不能放过 那霍将军干净利落达事 这辆车是哪来的? 大周来的皇家商 露言的靴子踩在地上的声音 我认得 我听见他朝这辆车走来 近在咫尺 我的手在发抖 审议忽然俯身 扣住我的后脑勺 朝着我的脸吻下来 帘幕拉开 站在车门口的是露言 他的目光如最锋利的刀刃 落在我和沈亿身上 我感觉要窒息了 边上车夫解释 这是我家主姿和夫人 颜哥哥 在锦绣楼找到你说的那个瓷娃娃了 帘幕落下 我听见苏黎厅的声音 随即露言翻身上马 挥边离去 沈亿这才松开我 他舔了舔唇 七七 我们启程了 到了大梁 沈亿明显心情愉悦 煞有其事地给我介绍大梁的风土人情 感情我是来到此一游的吗?我自然没有那般好心性 可是人在屋檐下还得低头 我得弄清楚大梁的情况 弄清楚他打什么算盘 我才能自救 所以 他在介绍大梁的时候 我听得很仔细 我还在他府里面到处闲逛 虽然有人跟着 但也总算把情况摸得七七八八 沈亿后院养了一大波女人 她的品位十分单一 统一白肤红唇 大胸长腿 如果白玉宁在这 肯定要嘖嘖称奇 其中一个叫肃琴的女子算是拔尖的 据说很得沈亿的喜欢 现在府里没有正事 女人里头就她说话管事 那天在花园里碰见了 她斜遮眼瞧我 问我 你就是那个大劲的女人 她的敌意明显 我琢磨着 沈亿每天派人跟在我后边 我很难走得掉 如果肃琴能充分发挥女人的极度心 在沈亿耳边吹吹枕头风 把我给弄走 那多好啊 于是我故意挑衅她 我微抬下巴 微心说道 沈亿专门跑去大劲接我到这儿来的 就算我是大劲人 恐怕跟你们这些小妾也不一样 肃琴的脸清了又白 我拍拍屁股就想走人 肃琴忽然一把抓住我 手一扬 就要扇我巴掌 我已经准备好拦住她的手了 可是十分恶俗 沈亿比我先一步拦住她 肃琴秒变脸 马上梨花带雨 沈亿轻着脸警告她 不要再靠近我 肃琴哭哭啼啼走开了 沈亿也是个变脸达人 见肃琴走了 忽然就变得很温雅 她说 琴琴 我很高兴 原来 你还是有些在意我的 说着话 她就伸出手来 要摸我的脸 我往后躲 其实我应该顺水推舟 假意麻痹她 可是太难了 我只得假装 自己是欲惧还迎 我催道 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把我绑来这里 沈亿似敞开了心扉 她说 琴琴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使这些下作手段 可是你不知道 我不得不做这些 成王败寇 自古是这个道理 我趁热打铁 继续打探 你还想拿我做什么 你们要成王败寇 牵扯上我做什么 假如有的选 我希望从来都不认识你们这些大人物 沈亿斟酌了片刻 终于开口 七七 还记得我说要娶你吗 这次我们就在大梁拜堂成亲 明天你陪我去见父皇母后吧 我实在装不下去了 只得干笑 沈亿 你真行 连自己的婚姻都能牺牲 你以为这场婚事能把路颜引来吗 你太高估我了 沈亿忽然伸手拨我额前的碎发 她轻轻叹气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我既希望路颜来 又不希望她来 七七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随心过 我往后退几步 忍不住回道 你有没有随心过 我不知道 但你不叫别人随心 我是知道的 沈亿表情黯然 七七 我们非得这样吗 我很无奈 在齐连山的时候 是你利用我 现在 你又把我绑来 还想利用我 沈亿 这句话该我问你 我们非得这样吗 沈亿面色微变 她逼上前来 捏住我的手腕 七七 你也曾经喜欢过我的 她的手劲很大 捏得我很疼 我摇头 沈亿 我是曾经喜欢你 那时候你伪装成桃花物的教书先生 伪装成正直善良 光风际月的翩翩君子模样 叫我仰慕 可是 那并不是你 沈亿面色变得可不 我想往后躲 可是退无可退 她松开我的手 又捏住我的下巴 慢慢道 七七 你喜欢君子 我便在你这扮作君子 再是一次 如何 我实在不想再同她争辩了 沈亿就是个疯子 沈亿带我去见她的父皇母后 见了他们 我才知道 原来沈亿变态是有原因的 她的父皇贪图美色 她不爱她的子女们 只爱后宫三千美人 而她的母后 只当沈亿是争权夺利的工具 待她也冷漠至极 人生在世 没有人能一切如意 但我还是认为 自己的不幸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 后面我又见到了沈亿的妹妹 沈王尔 她是这大梁国唯一可爱的人 她生得很水灵 鹅蛋脸 水汪汪的眼睛 笑起来嘴边一点梨窝 我们很投缘 她常来找我玩 同我说那些百转千回的少女心事 四下无人时 沈王尔红着脸 问我有没有见过一个姓霍的将军 她摆弄着腰间的一个吉祥节 神情紧张 大静只有一个霍将军 我问她可是霍说 她眼睛立刻亮了 像一刹那星光闪动 就是她 我有些猛了 这大梁公主和大静的将军还有什么瓜葛吗 她欢喜过后又很落寞 原来她有一次贪玩 偷偷出宫 路上迷了路 遇到了沙尘暴 霍说救了她 少女情怀总是诗 她方心暗许 可霍说是个钢铁直男 只当随手做好事积攒人品 把人送到地方就撤了 沈王尔拖着下巴 小脸蛋愁眉苦脸 她说 除了这位霍将军 她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了 大概是她的情绪感染了我 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下来 其实这些日子我都不敢想人 白天我脑子里转着的都是怎么套话怎么出逃 晚上我喝完酒很快入睡 我一丁点都不敢想露言 想了心会疼啊 想了我的脑子就没法想正事了 可是看她这样 我放纵自己在这一刻任由脑子里浮现露言的模样 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我害怕她来 害怕拖累她第二次 我也害怕元宵节那天是最后一次见她 连一声郑重的道别都没有 沈亿若有其事的开始布置婚事 她府上开始挂起了大红灯笼 张灯结彩的 她还叫人送来各种款式 叫我挑嫁衣 她可能很闲自己也亲自跑来挑嫁衣 她对服饰很有心得的样子 一直点评要么太素要么太艳 要么花纹不够精细要么太过繁琐 我站在一边旁观 她十分投入在那仔细地翻着嫁衣的衣襟 喜气洋洋的大红色映在她白玉般的脸上 她面上流露着喜悦的神色 假如她不是大梁的皇子 就是燕南状元 娶一个与她两情相悦的妻子 那我会替她高兴 可是她选了这样一条路 我没有办法同情她 我出声提醒她 你不过是要摆一场大龙凤 没必要这么入戏 嫁衣做得再好 也是虚妄一场 她置若网闻 又说 回头奉官也得拿来给你挑一挑 前些日子我得了一些南海的夜明珠 到时候都点上去 一定很好看的 我劝她 沈亿 你何苦把自己的一场喜事搞砸 万一以后你遇到跟你两情相悦的人 因为今日一场荒诞 岂不遗憾 沈亿顿了顿 旋即把手上的嫁衣扔到地上 坐到边上 喝了杯茶 漫条丝里正色道 七七 谁说这是一场荒诞 虽说我对你说过许多谎言 可是单就要娶你这句 我没有作假 路言不来 我们就顺利成亲 路言来 我就杀了他 再娶你 你现在不那么重义我 没关系 来日方长 沈亿真挺厚颜无耻 若单听这番话 便容易叫人误会她是个深情种 我反倒成了渣女了 她这样的话 片片入室未深的少女还行 我翻了翻白眼 那我谢谢您嘞 日子定了吗 还反省提前通知我一声 她看着窗外 眼中忽然流光溢彩 说道 春分是个好日子 冰雪消融 春暖花开 七七 你看 窗外杏花都开了 窗户开着 春意撂翘 寒风灌进来 冷得让人清醒 可亭前早已有满树二月杏花 扑素素的 香气浮动 被风裹挟入屋 沾得一斤也有杏花香 我走过去关窗 轻叹 寒冬原来早已过了 离春分也只剩下一个月了 沈亿 我在这太闷了 让王尔带我出去玩玩吧 听说明日是你们这里的白鬼节 我也想见识见识 大约是杏花香叫人心情放松 沈亿同意了 大梁的风俗奇特 白鬼节是他们独特的节日 这一日他们会在杜朔陶树下 开庙会 搭起戏台 敲锣打鼓 第一声鼓声雷起 人们要紧闭窗门 不得外出 这一出戏是给白鬼观赏 待到鼓声再次响起 这一出鬼戏才算终了 这会各家各户 男女老少都出动 年轻人赶庙会 与情人在杜朔陶树下挂祈福纸 折桃枝表白 老人搬着小板凳去看那屋叶幽怨的大戏 孩童摊这日大街小巷上陈列的各色甜食 另外 这日行人出行前 要用艾草水淋浴辟邪 行走在外 皆要佩戴争獰面具 穿一身黑衣 说是这样才可不冲撞白鬼 人与鬼皆在这夜里 熙熙攘攘 并肩同行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节日挺甚人 我很怕鬼 可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明日不知道能不能成功逃走 这一夜我失眠了 山下连绵戏台 合上几夜偏周 几点烛火 四处静寂 鼓声呼起 自云雾 山间 和薄震开去 鼓声终了 画白脸的戏子上了台 对着苍苍大地 旷旷山间 唱那幽怨绵长的曲 我和婉儿坐在船里 挑着帷幕偷看 就在刚才 婉儿同我说 大晋皇帝会在春分时节成婚 各国都收到使者的请帖了 婉儿说的时候 我觉得眼睛有些酸涩 眨眨眼 才看到膝上黑衣有一点水渍 摸摸脸 也有水渍 婉儿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 她叫我不要伤心 她说会帮我 今晚过后 我一定能顺利回大进的 我抹掉脸上的水渍 内心在崩塌 其实这样很好 沈亿的阴谋没有得逞 露言放弃我 也很明智 只是我原来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坚强 我把白面笑鬼面具照到脸上 第一次觉得 鬼节这个戴面具的传统很好 就算难以露出笑脸 脸上有面具 旁人瞧着 就看不出你伤心 还以为你在笑 白鬼戏还在阴阴体体 和尚拨文荡漾 我似乎也是这和尚的一个孤魂野鬼 在这一国荒山 不知挂念谁 不知谁挂念 第二阵鼓升起 浓雾散去 烛火依次从河伯、山脚、山腰、山顶速速点起 黑茫茫的孤山 顷刻间被人间烟火笼罩 王尔说 庙会开始了 只听的和尚姚鲁声 不过片刻 人声鼎沸 男女老少戴各种面具 或搏船于山下 或嬉戏于篝火前 或祈福于桃树下 我不禁擦了擦眼睛 这热闹得 仿佛刚才那静谜天地 是我想象出来的 船已靠岸 晚耳领我下来 河边有小滩卖烤串 香气扑鼻而来 我们买了一堆串 边走边吃 温热食物入肚 我这才觉得魂魄归体 行至人潮涌动的庙会上 忽然出现许多个戴白面笑鬼面具的人 服饰身形与我看不出差别 王尔捏捏我手心 把一袋金子放到我手里 低声道别 往前走 路的尽头右边有一艘船等着 但愿一切顺利 我握握他的手 到了声珍重 便穿过拥挤人群 快步向前走 我的心跳得很快 身后已燃起了波澜 我换上事先备好的轻轨面具 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 生怕被认出 终于走到路的尽头 天上一弯下弦月 河边一棵杏花树 有一人戴银湖面具 挑灯立在树下 微风青蓝 杏花摇落 向下小雪 花瓣落在那人尖头 我迫不及待向那人走去 他身上阴晕杏花香 应该是等了许久 我同他打招呼 抱歉 让你久等了 他乌衣冷肃 单手直剑 银湖面具下的他似乎是在认真观察我 确认身份 但是他并未出声 只是摇摇头 镜字去解记在桥头的欠声 我心道 这人着实高冷 大约是走江湖的 不想暴露身份 我也没有太多好奇心 收回视线 主动收声 那人结好了绳 同戴着罗刹面具的船夫点点头 那罗刹船夫便招呼我上船 那银湖人默默跟随我之后 行至和中央 我心中依旧忐忑 于是走出船舱 坐在船头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已是亥时 山间有浮灯建起 自千山万重处 在这世人俗愿 飘至远处高山万水 山间风拂面而过 我打了个喷嚏 忽然身上就落了一件黑色披风 回头一看 才发现银湖人暴剑站在我身后 隔着面具看不清他的神情 虽然他很高冷 但我还是感激地向他点点头 披风的味道窜进鼻尖 十分熟悉 熟悉地我想落泪 哎!我这糟糕的情绪管理 杏花香气下 涌动的是轻烈雪松 这是鹿岩最爱熏的雪松香 干净清澈 山间风太冷 我裹紧了披风 再看了一眼那沉默的银湖人 他的黑衣被山风灌得烈烈作响 乌发也叫风吹成不羁模样 就连身形 也跟鹿岩那般相似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是鹿岩 此时的鹿岩应该在大进 等着做他的新郎 可是我有些魔障 忽然很想看一看银湖面具下的人 突然 一阵风凛冽而过 一只羽箭擦着我的面颊呼啸而过 索性戴着轻轨面具 不至于破相 面具碎落满地 几乎是同时 银湖人长臂一身 将我往他身上一揽 还没来得及反应 空中已有十几只流石 风驰电掣 向我们袭来 银湖人将我护在身后 左手挡箭 一一击落 鼓声呼急 从远处河畔船来 箭似雨落 后方已有亮着火光的几艘大船 追击而来 我心跳得都快蹦出嗓子眼了 船夫忽然扶掌 请客间 四面八方 涌出来许多艘船 在我们后方拦住追击的船 河流湍急 夜雾渐起 船顺流而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所到尽头 只与我们一夜偏舟 此时的夜雾散了去 一雀月沿悬在空中 四下静密 船夫将船驳在一边 我们上了岸 岸边几层山茶 悠然吐露芬芳 似乎这只是一个平静又安宁的夜 一众黑衣人后在岸边接应我们 他们已经被毫码 并没有时间休息 得连夜撤退 寄到用石方恨少 我很不好意思 小声道 那个我在南方长大的 不会起码我听见银湖人很淡的笑声 银湖人翻身上马 向我伸手 我搭上去 他单手一提 我就稳稳当当坐在他身前 扯绳扬边 我们踏上归国路程 我们日夜奔波 大多数时候只能在林间山野外夜宿 这一日 天又黑了 我们离有人烟处还远着 只得随意搭个帐篷歇息 船夫同其他人去附近列野位 我不好意思坐享其成 便跟着银湖人同去捡柴火 林间深处这孤生振振 其实我心里是有些害怕的 所以紧跟着银湖人 有一搭没一搭同他闲聊 银湖人一直戴着面具 大约行走江湖不想让人认出模样 他也并不喜欢说话 可能是因为他喉咙有些问题 声音很雅 所以大多数时候我说他听着 我边捡树枝边闲聊 大哥是哪里人呢? 他捡着地上的木柴 头也不抬 进都 我侧头望他 你们进都的人 是不是对雪松香都情有独钟呢? 我先前认识一个人 他也喜欢我话音未落 脚下一踩空 银湖人连忙伸手来拉我 悲剧发生了 不仅我一个人掉坑里了 他也被巨大的惯性一起拖到坑里来了 只听得光光当当的声音 我一屁股陷在坑里爬不起来 太疼了 我脑袋还在发猛 银湖人已经快我一步站了起来扶我 摔哪了? 我搭着他的手想站起来 可是一抬头 愣住了 站在我面前的人 他眉眼浓袖 鼻梁挺直 不是别人 是露颜 我揉了揉眼睛 再看到旁边 银湖面具跌落在地 我慢慢红了眼睛 鼻头一酸 一屁股坐到地上 露颜 我哪哪都疼 露颜后知后觉 摸摸脸上 才知面具已落 他很淡定 半蹲下来 我给你揉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此时很高兴 可是眼泪却不受控制 巴搭巴搭地掉 我越是想叫眼泪往回倒 眼泪就越是往外倾泻 露颜轻轻抱住我 下河底在我的额间 轻轻叹气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就像挑拨江阳万里的一叶孤舟 终于靠岸了 我摇摇手 眼泪继续往下躺 我就是太高兴了 哭一会就没事了 露颜抬起右手 替我擦眼泪 他的动作很轻 我忽然想起来 苏黎听说的话 露颜的右臂再也无法用剑了 又想起这一路上 他一直是用左手使剑 我颤着指尖握他的右手 当时 一定很疼 对吗? 露颜捏我的脸颊 冷哼道 疼死我了 疼得我想去燕南把你灭了 我望着他 真心诚意 对不起 就算你现在灭我 也来得及 我绝对半句怨言没有 露颜松开手 叹气道 我要是能下得了手 早就下手了 你今儿还能站在这 其实 我没有你以为的那样宽宏大量 用手废了 我那会确实特别恨你 我甚至回了燕南 想报复你 可一听说你发高烧 差点命没了 我并没觉得痛快 回禁都后 我一心想丢开前尘往事 想往前走 我以为我可以 可结果呢 你一进宫 我还是跟个矛头小子一样 叫你牵着走 我有些发症 不明白他的意思 入宫后 一直都是我往他跟前凑 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怎么会是他被我牵着走呢? 我小声提醒他说 入宫后 是我被你牵着走才对 我同你说话 你总是对我不理不睬 我给你做衣服 你也随手扔掉 露颜望着我 杨梅道 呵 七七你可太天真了 你以为花钱就能进太医院 你以为在哪看烟火都能撞见我 哎 自打你入了宫 我天天叫齐公公去太医院打听消息 累死了都 还有 你做的衣服 谁说扔掉了 我都珍藏着呢 我慢慢寻思他的话 回过神来 您的意思是 我舔了舔干燥的嘴 有些难为情 你也不那么讨厌我 甚至 还有那么一丁点 旧情难忘 露颜贴近我的脸 冰凉的鼻子 碰着我的鼻子 那你觉得 我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陪你去逛街 还跑着来救你 都是闲得没事干 他长长的眼睫 几乎扫在我的脸上 我心跳如肋骨 斟酌许久问道 听说你要成亲了 露颜忍不住又掐我的脸颊 恨铁不成钢道 那是假的 他顿了顿 又解释道 想叫沈亿放松警惕 我和苏黎听 不过就做了一笔交易 我借用下他名头 他为他父亲求一个爵位 明明今天我没有吃任何甜食 可是心里头觉得厚甜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表情 可是摸一摸脸 嘴角都脸上天了 露颜笑话我 你怎么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刚才还哭得稀里哗啦的 嗨 我也想尽量笑得含蓄点的 但好像也没必要惹 我高兴 爱怎么笑就怎么笑 你管我呢 他拍拍我的肩膀 自己站了起来 好好好 你继续笑 等下上不去别哭 我这才想起来我们俩还在坑里 我还坐在地上 我摇他裤脚 仰脸望他 怎么办 他站着 头上是一盏圆月 清清朗朗 月光落在他肩头 他向我伸出手 眉眼俱笑 亲我一个 我就抱你上去 时光回转 其连衫上那个叫我心心念念的匪 他回到我身边了 可可 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洞口忽然探出个头 是船夫 苏提蟹 你这个月凤鹿没了 蝶呀 今天月色不错 你们继续 我先走一步 鹿岩掉了马甲 苏提蟹也掉了马甲 原来他们都吃了药 变了生 以至于我最开始都没认出他们 我们回到了京都 与其他人在朱雀楼分道扬镳 只剩下我和鹿岩 春日温暖 正是京都最佳时节 处处蚊蹄鸣鸟 初春樱花簇簇冲雪 涌满枝头 香冻满城 有小贩在白堤下卖糖葫芦 鹿岩过去买了一串地给我 他走在我的左侧 挡住来来往往的人流 时光慢悠悠 我们也闲闲散散地逛 他边给我介绍京都的各处盛景 边沿路买小吃给我 又时不时拿着手帕替我擦嘴 我忙着听 忙着吃 忙着看 一时也不得闲 走上白堤 风细细柳斜斜 往远了看 花洞一山春色 近处则将碧露白 路过杏花巷 身向老玉在卖杏花 昨夜大约下过雨 脚底青砖薄施 小草微酥 我们钻进巷子里去 买了一斗酒 一捧杏花 想把四亿的春色带回宫里头 逛到长宁街 两侧酒楼各色帆布 趁着洁白的云 湛蓝的天 随风起伏 像海浪 温柔地 波光练艳地 呼到金色的春光里 我侧头看路眼 她捧着花 几只杏花翘然 血色映着她浓秀的眉眼 清朗的笑颜 只是那黑衣沉闷了些 我隔着花拥抱她的手臂 轻声说 回去我给你做几身春天穿的衣裳 路眼把花换到另一边去 腾出手来揽住我的肩 她的唇角也让起连衣 做什么颜色的 我倚着她的手臂 细细说着 我做衣服向来讲究灵感 你看这蓝天白云 十分好看 就照着这 先做一身蓝白 绣些祥云涂样 再瞧着满川烟柳 做身石青色吧 闻些柳条叶 画些其实 哎呀 杏花 樱花 也都好看极了 就再做一套月白 一套淡粉 你说好不好 路颜低声笑道 你这是要叫我把这一招春色穿在身上了 蓝白 石青 月白都好 只是淡粉 你自己做一身穿就好了 我这一大男人 不能够吧 他见我似有不悦 连忙说道 其实做成那幅穿在里头 也可以 我还想说些什么 忽然听得一阵马蹄声 几匹几马迎面冲来 路颜抱着我一个飞身躲开去 一斗酒洒在地下 为了你 几株杏花洒落在地 又叫马蹄碾碎 灵落在地 马思明 猛地杀柱 调转过头来 中间那人翻身下马 朝我们走来 待看仔细了 却是沈亿 他站在我们面前 手上握着驯马绳 又唇勾笑 看着我道 京都春色无边 真是好时节 七七 你若是喜欢 我们在这成亲也不错 路颜握紧我的手 对着沈亿冷道 沈老四 你进得来京都 还以为能回得去吗? 沈亿目光落在我们乡末的手上 目光冷了下来 只见他拍拍手 引在暗处的杀手出现 这条街道两侧的商贩也变了模样 从摊子里抽出鸣刀来 算下来 大约百来人 沈亿慢慢道 我回不回得去不一定 只是你路颜 今日是回不去你的皇宫了 不过 我们也不一定要同归于尽 做个交易 今日我把七七带走 你回你的皇宫 路颜禁不住笑起来 沈老四 你太小瞧我了吧 要杀便杀 送老婆这种事 我可干不出 不过我倒是好奇 这京都四处警戒 你倒有本事 能带着这百来人混进来 有人帮着你吧 沈亿沉下脸来 手一挥 杀手群涌而上 路颜侧过脸同我说话 真是抱歉 本想带你二人世界的 谁知道这打打杀杀没完没了 说着话 已有杀手挥刀至面前 路颜横飞起一脚 踹了当先一人 手一勾 左手将刀反握在手上 横批来人 他一手牵着我 一手拿刀 挡在我面前 前面乌鸦鸦的敌人杀过来 他手起刀落 将一切危险批断在身前 他总是这样 不叫人伤我半分 可不知为什么 今日路颜有些异常 才刚开始打没多久 他就有些疲态 有一刀他避让不及 手臂划了一刀 又刷刷刷几把连环刀四面八方踢过来 他大腿上也划了几道血痕 他有些亮呛 可仍紧握着我的手 齐连山那场杀斗历历在目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路颜没有九条命 我不能让他再出事 我咽下一切情绪 路颜从不放弃我 只有我能让他放弃我 我低声说 对不起 旋即用力把手从他手掌中震开 又冲着沈一吼 你叫他们都停下 我跟你走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杀斗暂时停止了 路颜用刀支撑着全身 勉强站直 他望着我 齐齐 不要犯傻 沈亿走到我们面前 看着路颜摇头道 显而易见 齐连山的时候 齐齐选择我 三年后 他仍然选择我 你今日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是不是打没多久就打不动了? 多亏齐齐 他今天身上的熏香是为你准备的 你一直在吃药调理内力 这香正与你的药相克 我手脚发凉 低下头 去嗅自己领口的味道 这熏香是王尔送给我的 我一直不舍得用 今天到了进都太高兴了 我才第一回用 但王尔不可能会害我 我看着沈亿 他笑得阴瑟瑟 我忽然明白 就连王尔捅我的情意 沈亿也能利用 他始终留有后招 不管我逃不逃 他都有办法利用我来害路颜 路颜看着我 他那样失望地站在樱花树下 萨萨樱花落在他脸上 也掩饰不住他脸色的煞白 他问我 七七 你都不知道的对吗? 我攥住袖口 指尖陷入掌心 沈亿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很冷 像是毒蛇缠上手 直叫人 在春日里也发寒 他贴着我的耳边滴雨 七七 有时候真相并不重要 你想要他活下来就别解释 乖乖跟我走 我会给他解药 这样轻易地动作 在路颜眼中 大约以为我真的与沈亿勾结 可此时此刻 我除了拖延时间 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能拿路颜来冒险 我望着路颜 很艰难说道 对不起 路颜猴头滚动 红遮眼睛连到几声好 又忽然捂住胸口 吐出一口黑血 我无法上前一步 只能克制着 冷着语气 路颜 不要再发动内力了 你一动内毒就发作得越快 路颜抬眼看了我一眼 那是叫人心凉的眼神 他眼中再无那温柔的光芒 像春日融融那样的光芒 沈亿神色得意 牵着我想走 不过 他没有笑到最后 霍硕带着军队来了 包围了这条街 霍硕问路颜 留火口吗? 他摆摆手 摇头说道 不必留火口 霍硕看了我一眼 犹豫到 七七姑娘呢 过了许久 才听见路颜说道 他爹娘在宫里等着他 没必要叫老人家伤心了 他又背着我偷偷准备惊喜 我证然地看着他 眼底很干涩 我揉了揉眼睛 眼睛很疼 可是一滴泪也没有 原来人伤心了 也会哭不出来的 沈亿紧紧攥着我的手 他仍不服输道 路颜 我死了 你没解药一样要给我陪葬 路颜柔柔眉心 一卷道 沈老四 你做事向来做绝 这毒制出来就没有解药了吧 不过 就算要死 你也死在我前头 路颜强撑着 沉着眉眼向霍硕点头示意 霍硕领会 手一扬 步兵杀上前来 沈亿并没有束手就擒 追随他的杀手殿后 为他辟出了一条道 沈亿拽着我拼杀出去 长地边的樱花纷纷扬扬地落 这方街头却是刀光剑影 不断有热血溅到我的脸上 分不清是哪一方的 忽然听见霍硕洪亮的声音 弓箭手 射杀 几乎是同时 急风凛冽 飞溅擦脸而过 我发上的茶花簪掉落在地 头发狼狈地劈散开 滚烫的鲜血骤然溅到我脸上 沈亿整个人忽然倾倒在我身上 我一时不备 与他一起摔倒在地 回过神来 他羊脸躺在地上 几只箭矢穿透他的心肺 一袭白衣 请客就叫血染红了 血鼓鼓地流 把他身下的泥地也都染红 他依旧握着我的手不肯放 血把我的手也都染红了 我颤着手扶起他 沈亿勉强露出笑容 侧过身子把地上的簪子捡起来 努力地抬起手来 想把簪子别到我发上来 他一牵动 血又加速流 我摇摇头 你不必这样 他脸色惨白 又很费劲地说话 我知道你怨我 只是现在我都要死了 你就成全我一回 我不知再说些什么 他的手抖得厉害 可还是坚持把簪子粘到我发上 望着我笑 原来他也会单纯地笑 如果当初我没骗你 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说到这 他突然猛烈咳起来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事到如今 我有几分后悔 他咳得厉害 可还坚持说 可就算他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也无法再原谅他 也说不出来宽慰他的话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沈亿 露言的毒 究竟有没有解药 他眼神黯淡下去 又不甘心地攥紧我的手 你亲一下我 我给你解药 我抬眼 望向站在树下的露言 他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 只是表情默然地看着我们 我问他 沈亿 你不会再骗我了吧 他创然地摇摇头 我拨开他额间的乱发 低下头 可我还没有亲到他 一支箭又擦着我的脸颊而过 我回过头 是露言挑了地下的一根箭扔了过来 他的目光与我相遇 又默然地望向别处 沈亿握着我的手忽然垂了下去 他轻轻叹息 以后别这么傻了 我没有解药 真抱歉 出十时 我就骗你 快死了 还是骗你 沈亿死了 天色暗了下来 长宁街千家万户灯火通灵 街上的厮杀痕迹被清洗过了 一切重归平静 所有人都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沿着长宁街慢慢走 路太长 夜也太长 好像怎么都走不到尽头 终于走到巷子深处 我扶着墙慢慢蹲下来 抱着膝盖五面痛哭 我把爹娘送回燕南 我娘拉着我的手问 你同姑爷吵架了 怎么她不来送我们 我笑着说 姑爷太忙了 没有工夫 你们先回燕南吧 回头我 我们就去探你们 我娘显然不信 嘴一撇道 闺女 你这笑得比哭还难看 你们年轻人闹闹小脾气不打紧 露言这孩子我看在眼里 他是个心软的 你回头哄哄人家 夫妻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这两口子就没有过夜的愁 我脸垮了下来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说好 我爹看出来了 连忙拍拍我娘肩膀实眼色 又摸摸我的头说道 闺女 你想做什么 爹娘都支持你 累了就回家来 爹娘都在呢 我趁着眼泪还没掉下来 赶紧把他们送上马车 终于松了一口气 爹娘回了燕南 我留在了晋都 可是太医院我回不去了 白玉宁收留了我 夜里我同他睡在一起 一个通宵才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同他说完了 白玉宁打着哈欠 顶着两个深深的黑眼圈 拉着我就要往宫里去找路眼解释 我拉住他 当下最重要的是解读 寻想我这里还有 你带去给赫兰纯和苏提蟹看看能不能找到办法解读 至于其他的 以后再说吧 白玉宁进宫去了 我等他等到傍晚 可是没等到好消息 只等到了坏消息 路眼独发 昏迷不醒 赫兰纯他们也都束手无策 只能先用药吊着 但顶多撑一个月 我握紧白玉宁的手 不会的 路眼他运气一向不错 以前救过路眼的神医呢 白玉宁叹气 他说那个图神医 他从不轻易救人 上次路眼之所以得救 是因为他欠了太后一个人情 所以才让路眼上山救治 现在神医住在云罗山 山上布满了斗转星仪的阵法 除非图神医愿意 否则谁也上不去 宫里已经派了很多人去 都无功而返 在路眼生死之际 我束手无策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去了云罗山 我在云罗山脚的一个破草屋住下了 每天做的事情乏上可陈 天一亮就开始爬山 到了日落时分 莫名其妙回到原点 我想了些方法 比如换路线 做记号 画图 都没有用 这山里头的路时时刻刻在变幻 沿途景色也不断变幻 给我整猛了 这一日又是日暮时分 我又回到了原点 抬头望 落日沉浸 圈鸟归林 心下茫然 云罗山下是一片荒芜旷野 人烟稀少 太阳没了的时候就显得有些阴森 我回到草屋 翻出干粮 寥寥吃了几口 又搬出个小板凳 坐在屋外 望山 望天 头顶的天从金黄 渐渐变成雾蓝 又慢慢叫乌黑的深蓝吞噬了 我眼睛太色了 可是不想睡觉 在云罗山这些天 我一睡就做噩梦 梦里的路颜脸色枯败似落叶 唇干地裂开 它一直沉睡着 从没有醒来 都说梦是先兆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了 头上的月缺了又圆 从上弦月转成了圆月 可是还是没有一点希望 我对着月祈祷 我愿意替路颜承受一切苦难 只要它好起来就好了 就在这时 我望见远处几点绿火悠悠 白玉宁曾经说过的话 此时此刻尤为清晰 他说 云罗山下西侧 是乱葬岗 所以寻常人日落后 都不会在山下待着 原本我想当作看不见 可是绿火飞窜 有远极近 我没办法再装死坐着了 只得扶着凳子站了起来 提起灯 随手捡了一根棍子 左手握住颤得厉害的右手 忽视抖得厉害的小腿肚 默念着我不害怕 慢慢往那绿火处走去 鬼火近在眼前 仅有两步路的距离 呼得从我身后传来阵阵笑声 像婴儿的笑声 我头皮发麻 握紧了灯饼和棍子 灯照在地上 有一点亮 我往地上看 只见地上有两道黑影 一道是我自己 另一道 我吓得闭上眼睛 棍子胡乱往后一通打 我是不是说过我不害怕 不不不 我害怕 我越害怕 手上使得劲就越大 下手 也就更快准狠 只听得闷哼几声 鬼也怕挨揍吗? 住手 住手 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睁开眼一看 这是个人啊 还是个先锋盗鼓的老头 他肩上还站着一只鹦鹉 拜我所赐 老头只会鼻青脸肿 怒发冲冠 吹胡子瞪眼的 我赶紧把棍子往边上一扔 上前查看他的伤势 又连连鞠躬道歉对不起 我以为你是个鬼 老头翻翻白眼 你才是鬼 你全家都是鬼 多嘴鹦鹉 也拍着翅膀穴舌 你全家都是鬼 我摸摸鼻子 你老人家夺我身后笑啥呢? 这半夜三更的 老头气得头发都立起来了 谁笑了? 谁笑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笑了? 然后 就听见那多嘴鹦鹉 哦呵呵呵呵呵的 发出了一阵阵婴儿般的笑声 我足 感情都是这雪蛇鸟作怪 我十分内疚 掏出荷包 留了一点路费 然后把荷包递给老头 老人家 实在抱歉 这是我一点心意 全当医药费 还望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的鲁莽冲动 老头接过荷包 颠凉了下 往怀里一揣 然后就不理我了 又见他双手环在胸前 饶有兴趣地观望着悠悠绿火 奇了怪了 他露出欣慰的表情 像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奇怪 就指着绿火问他 这鬼火该不会是您的杰作吧 老头扬着下巴 洋洋自得 是不是很美 我嘴巴比脑子快 这绿幽幽的 阴森森的 哪有岔子烟红的烟花好看哪 老头摆我一眼 冷哼道 你懂个屁 说得谁还没见过烟花似的 多嘴鹦鹉冷不丁冒出一句 可怜我名震天下图神医 常年困在这山里 什么市面都没见过 也不知道今晚做的绿火 像不像外面的烟花 老头抬手想拍鹦鹉 鹦鹉扇着翅膀 已经先飞一步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 一波彩虹屁赶紧伺候上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图神医 我方才就觉着您不是一般人 这样的气度 那是寻常人能比的 图老头胡子一翘 你是想求我救人吧 我忙不迭地点头 图老头摸摸下巴的一把白胡子 呵呵冷笑两声 想得美 听方才那鹦鹉的话 图老头应该对外面的世界很憧憬啊 我想了想 平静道 都说图神医厉害 我怕不是图有虚名吧 也是 我那朋友中的毒 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解的 图神医常年待在山里 肯定也不知道现在外面新的毒药怎么解 那多嘴鹦鹉此时又飞了回来 盘旋在我上空 跟着我学舌 图有虚名 图有虚名 突然觉得鹦鹉很可爱 图老头气炸了 指了指我 又指了指鹦鹉 也不知是骂我好 还是骂鹦鹉 半天憋出一句话 我不允许你们侮辱我的医术 救救救 但是你你你 你以后要留在云罗山给我食毒 是死了就把你扔乱葬岗去 我忙不迭地点头 没问题 一言为定 图老头着实厉害 成功地解了鹿鹨的毒 鹿鹨醒了 恢复了他正常的生活 我呢 在去云罗山之前 偷偷去看过他一眼 那时是傍晚 铺天盖地的晚霞 烧亮了宫廷的画梁雕洞 飞檐斗拱 鹿鹨刚下巢 仍穿着巢服 他背着手慢慢走在公道上 脸上仍是苍白 一点血色都没有 这会借着火烧云的光矮 他周身聋着金色光韵 眉眼也叫落日映出薄薄一棱金光来 他就站在不远处 我躲在墙后偷看他 那一刻觉得他遥不可及 无法触碰 远处传来寒山寺的钟声 一下一下地回荡在这空旷公道上 我有过那么一瞬间的冲动 想上前去同他说说话 听听他的声音 钟声慢慢消散了 四下里又静了下来 我刚跨出脚步 望见他递给齐公公一对瓷娃娃 那是元宵节他投壶迎来送我的那对 听见他叫齐公公把瓷娃娃拿去碎掉 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这玩意儿 齐公公说好 又询问他 箱底珍藏的那些衣服是不是该拿出来晒晒太阳 怕发霉了露颜望着梁上咸泥筑巢的燕 轻描淡写说 一定处之了吧 曾经有多莽撞 现在就有多畏缩 我看看手上提着的包袱 里面还装着我刚做好的几件春衫 看来是送不出去了 嗨 也没什么 露颜还好好的活着 这就够了 比起害怕他死去的绝望与无力 相望于江湖 并没那么难受 我想 我很好 我还好 一切都挺好的 我骗白玉宁说我回家了 又骗我父母说我还待在宫里面 还写了几十封信 花钱让人每年定期帮我往家里寄 做完这一切 我就去云罗山履约了 白居过戏 转眼就五年 我在云罗山的日子 最初着实是挺难熬的 都说医者父母心 可图老头别说父母心了 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每天试毒 把我往死里整 最惨的一次他给我吃了解药 我还是没醒过来 他以为没救了 用张草席把我裹好了 推着车准备把我送到乱葬岗 多亏可爱的小八 也就是小鹦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叫七他叫八 他同我很要好 不舍得我 便一直着土老头 愣是不叫他送走我 土老头没记 忙着赶走小八 然后我就悠悠转转醒过来了 自那以后 土老头不叫我是毒了 我以为是他良心发现了 后来我才知道 服了那个毒之后 又能活过来的人 从此就百毒不侵了 但他又嘲嘲医者不能自医 叫我得跟着他学医 我一合计 闲着也是闲着 就正儿八经给他端了杯茶认了个师傅 安安心心地学了起来 我慢慢习惯在云罗山的日子 大多数时候跟着土老头救人 闲来无事的时候呢 就逗逗小八 跟土老头吵吵架 用松花酿酿酒 山间溶雪 煮煮茶 倒也怡然自得 只是有时候赶上节日了 我在大槐树下举目望远 见着遥远的地方茫茫几点光 会怀念人世繁华 会想念藏在心间的人 我这人 想来爱热闹 不爱冷清 土老头最近酒饮饭了 他喝着我酿的松花酒很不满意 据他自己所说 在他还未成名前 偶然一次喝过新风酒 自此之后就念念不忘 可惜后来他成名了 为了保持神秘感 不能下山 只能再活在回忆里怀念那种滋味 其实土老头不下山 并不是因为神秘感 而是因为他设恐 不过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自告奋勇替他去一趟新风买酒 土老头高兴地手舞足蹈 当天晚上又在山上亮了很多绿火 说情我跟小八欣赏美景 我连夜收拾好包袱 第二天带了个面纱就下山去了 还把小八也带上了 这货现在我走哪儿他跟哪儿 到新风城这一日 赶上了春分这一好时节 万物苏蒙山水行 一入城 杨柳依依 草长英妃 千花百惠争明媚 叫人看得心情也愉悦 进到集市 前方路上正在武师游行 古月震天 人潮涌动 宝马叼车行于其间 道路围得水泄不通 我喜欢凑热闹 想上前去看 可人太多 根本挤不进去 鞋都踩掉了 小八轻轻松松飞过去看热闹 我还在捡鞋子时 他就已经回来了 停在我肩上 唧唧喳喳学锣鼓叫 我的脑瓜嗡嗡地响 就在这时 前面被堵住的那辆车停住了 有人掀开了帘子 往侧边街道走 那人侧对着我 我漫不经心扫一眼 春光似雾 浅浅淡淡抹出那人朦胧模样 刺金悬衣 俊秀轮廓 英廷五官 除了路延还能是谁? 身边人来人往 我的脚却迈不动了 七七 买酒买酒 小八忽然叫起来 我吓一跳 赶紧把小八一抱 绕到后边人少的地方蹲下来 心口砰砰地跳 我忍不住摇头笑自己 慌慌张张 落花而逃 原来我还是这样没出息 小八继续在我手掌心蹦达 七七 买酒去 买酒去 走走走 小酒鬼 我学了一家老字号打酒 那伙计倒是热情 他告诉我 接来了新封城 必须要去一趟二十四桥 这一日城中未婚男女都出来踏青 或泛舟桥下千岛湖 或观二十四桥柳风雪 若是桥上人望桥下人有重义的 便可折柳折花置于对方船板上 若对方也合意 便会搏船靠岸 请桥上置柳的人一同饭壶 共赏良辰美景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我打完酒就上二十四桥凑热闹去了 远处青山渺渺 近处湖面烟波茫茫 雾气缭绕 二十四桥若隐若现 万千杨柳若鸟鸟 恰似十五少女妖 满川飞絮忽在湖面上 画周间 桥梁记 扑面似满川风雪 白萨萨 雪矮矮 此情此景 半似人间 半似蓬莱 我站在湖边白沙低桥 一时看呆了 呼听得讲声波动 波心荡漾 雾淡了些 一艘画坊 见从淹水间 桥洞下驶出 瞧着四字水墨山水画中而来 先是一艘 后又一艘 络绎不绝 不过眨眼 湖上已然百葛齐度 湖面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湖上画坊甲板上 或占窈窕少女 或立翩翩公子 其中亦有商贩行舟湖上叫卖 渔夫卖烤鱼 老农卖瓜果 再往湖边白沙低桥 或有文人聚有煮茶 或有小儿放风筝 桥下处处好风光 桥上一风去横生 除那扑面柳风雪 亦有桃树三两株 桥上人折柳的折柳 簪花的簪花 还有画师在旁替人作画 我沿着白沙低慢慢走上桥 在桃树旁 趴着桥栏望湖上来往小舟 身旁一黄衣少女 瞧见下方船头站着个白衣郎君 便羞答答 往那船制桃花 制完后又躲到一旁 假装不是他扔的 那白衣郎君抬头 以为我是制花的人 向我招手示意 又冲我道 姑娘 十分抱歉 我有心仪之人了 她说着 目光灼灼 落在一旁无脸的黄衣少女身上 我白白手 指着那黄衣少女回她 是她重义你 黄衣少女急得满脸通红 白衣郎君望向她 笑得温和 她搏了船 上桥来 领走了黄衣少女 桥下的画舟上 渐渐人影成霜 鲜少 行单影之的了 春暖花开 人生若只如初见 真美好 我随手折了一小串柳条 拿在手里玩着 小八在我肩上蹦蹦跳跳的 又来显我手里的柳条 我忍俊不禁 小八呀 这儿可没有你的对象 正说着话呢 小八忽然就朝停在岸边的一艘画坊飞去 我喊她回来 可她置若罔闻 那画坊的门危掩着 帘子垂着 瞧不见人儿 画坊前又有小舟行过 烟波朦胧 看不真切 我连忙下桥 跑到那画坊前 清扣门 抱歉打扰了 有人在吗? 方才我的鹦鹉 话说到一半 呼听得苍泪传来瓷气落地叮当响的声音 我趴在门上竖着耳朵听动静 突然门被推开 我直直往前摔 砸在前方人身上 面纱也掉了 那人扶住我 我揉着额头看 入目是茫茫藤龙乌金图纹 我抬头想看他 他也正低头看我 碰了个正着 他的下巴磕在我额头上 疼得我呲牙咧嘴 本想同你说别来无恙 看来说不得了 我猴头发紧 往后撤抬头望 路颜站在我眼前 盛似二十四桥的山光水色 他若无其事撤掉我捂着的手 旋即温热的指尖落在我额头上 轻轻地揉压着 我眼眶发热 纵有千言万语 此时却像锯了嘴的葫芦 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好久不见 我是来寻鹦鹉的路颜停下了动作 面上有些不高兴 雨气冷了些 他说 鹦鹉跟着一只翠鸟跑了 不在这儿 我见他冷了神色 便后退几步 干干笑道 那我就不打扰了 先走了 可我没走出几步 他拎着我的后领子 把我调转过去 手一拉 我又整个人轻在他身上 轻烈地血松香在鼻尖窜 我不解 望他 他没一横 说 你走不了 你的鹦鹉把柳条扔我传上了 二十四乔今日的规矩你晓得吧 扔柳条就是主义船上之人 要负责的 我扎舌 你是说 小八重义你 它可是只鸟啊 它双手撑在我肩上 低头捅我平视 问我 柳条是不是你的 它的梅川聚千山万水 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他又问 那就是说 你重义我 它的眼底落星辰汗海 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然后 我就看见他笑起来 轻轻朗朗 冥冥惶 其实等我反应过来时 我是想改口的 可是 我没有反悔的余地 原来他一笑 我什么都可以奉上 这一颗苍老脆弱的心也不例外 我伸出一根手指去碰他脸上的笑窝 我望着他笑 自己也禁不住笑 我找了你很久 没人知道你去了哪儿 我知道 你贪完贪杯 出美酒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 我都去遍了 新风这座城 加上这次 我总共来了十回 我不怕等 可是我怕 再也等不到你 对不起 七七 我错怪了你 那时我可能不仅中了毒 我还降了志 他稀松平常说着 可眼角 鼻尖 面上慢慢泛红 像桥上那几株桃花的色泽 我拿手绢擦他脸 又笑他哭成了个大花猫 可是我自己边说边笑 笑着笑着也开始落泪 多幸运 五年的时光似乎从不曾失去 兜兜转转 莫然回首 我们都执着又笨拙 守在原地 等待彼此的归来 后来 鹿岩送了许多老年头的新风酒给土老头 又请他看了一场烟花盛宴 另外买了几只漂亮雌鸟捅小巴作伴 于是土老头和小巴都欢天喜地送我下山 下山后 我们回燕南看了爹娘 这才返回晋都 我才知道 这五年里 云罗山外发生了许多事 当年通敌叛国的人查明了 是苏黎厅一家 苏黎厅把鹿岩日常吃的药方及香克药物告知了沈毅 而且 苏黎厅父亲把沈毅及其护卫放进晋都来 精心布置了长宁街 那一场暗杀 至于缘由 无非人心作怪 苏家二房白手起家 富贵滔天 而苏家大房不务正业 盈盈狗狗 不愿务实囚禁 望着二房的荣华富贵就眼红 本是扶不起的阿斗 奈何心比天高 总想着要胜过二房 以为苏黎厅有机会能嫁给鹿岩 一不登天 谁知这是泡汤了 便破罐子破摔 愣是叫沈毅化的大饼 迷惑了心智 整了一出通敌叛国的戏码 落到最后 没个好下场 苏家二房 因自始至终忠君护国 便没受到牵连 又听说 霍将军从大梁带回来了一个私生子 母不祥 还听说 苏提谢道追起了白玉宁 但白玉宁的态度是当初你对我爱理不理 如今我叫你高攀不起 戴盗再次入宫时 已是掌灯时分 宫墙巍峨 朱门庄严 挂在城门的一六宫灯 从红色纸罩露出来光 浅浅罩在宫门处挤株春夜的桃花上 这一日夜色是宜然的 暖香的胭脂红 露言向我伸出手 他含笑说 娘子 以后辛苦你 同我一起挨这宫廷生活的苦闷了 我毫不犹豫 同他食指紧扣 夫君莫客气 以后我若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还请多多包涵 为一关